这是一头强悍到让人崇拜的狮子 面对狮群的攻击 他毫不退缩 为了幼崽他可以单调整个野牛群 落难时受惊猎狗的嘲笑 他忍辱负重 强大的气场让陌生的母狮群俯首称臣 甘愿听从他的指挥 他的狠 完全来源于命运对他的折磨 这头母狮他叫马蒂陶 他原本生活在非洲博茨瓦那的一片草原上 他跟自己的丈夫组成了一个小型的狮群 孕育了三只可爱的幼崽 他们过着一副一妻制的生活 夫妻俩的感情也非常好 但这天晚上 原本安静的灌木丛中变得躁动不安 因为人类对狮子栖息地的破坏 一个狮群被迫难迁 两头雄狮带领着一群母狮闯入了马蒂陶的家园 平静的生活也因此打破 流浪狮群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夺新的领地 而马蒂陶的丈夫为了保卫家园 他别无选择 只能奋力迎战 面对两头雄狮的围攻 马蒂陶的丈夫也毫不胆怯 马蒂陶这边也遭受母狮群的围攻 狮群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就是干掉马蒂陶 拿下这片领土 马蒂陶寡不敌众 母狮群疯狂地撕咬马蒂陶被捕 扭打中马蒂陶左肩被咬伤 鲜血直流 但母狮群的首领也没有捞到好处 马蒂陶抓下了他的眼睛 或许是母狮群不想再受伤 又或许是被宁死不屈的马蒂陶震慑中 入侵的母狮群撤退了 大战之后 藏了几天的马蒂陶开始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他不断地呼喊 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突然 他停住了脚步 他的丈夫趴在草地上奄奄一息 遍体鳞伤 左眼被抓下 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 为了等到马蒂陶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强撑了几天 最终 他的王朝结束了 马蒂陶没有时间悲伤 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是臣服于新王 但三个幼崽都会被杀害 二是带着幼崽们离开这里 为了保住丈夫最后的血脉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带上三只幼崽走上了逃亡之路 此时新王也发现了马蒂陶的气味 正在后面追踪 同时 入侵的母狮群拦住了西边的道路 而北边又是人类的村庄 无奈的马蒂陶只能向满逃亡 没走多久 一条河流却挡住了去路 狮子不喜欢水 更不用说是宽阔的河流 因为这里面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东西 但对马蒂陶来说 后面的追兵更加的危险 新王不断地靠近 马蒂陶只能冒险进入河流游到对岸 他小心翼翼地踏入河水 大儿子也毫不犹豫地进入河流 二女儿非常谨慎地紧跟其后 只有最小的孩子因为害怕 时时不敢下水 而马蒂陶已经带着两个幼崽游到了河中间 马蒂陶一边游一边注意水里鳄鱼的动向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河流对岸 此时 新王已经发现了还没下水的幼崽 正在慢慢地向他走去 对面的马蒂陶神情紧张地看着这一切 最终小狮子鼓起勇气进入水中 他奋力地向母亲的方向游去 但缺少了母狮的保护 鳄鱼已经准备对他发动攻击 随着水花四溅 小狮子也消失了 很快河面又恢复了平静 马蒂陶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 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被鳄鱼吃掉 他沉默了 这是对自己深深的自责 他第一次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伤心的马蒂陶转身离开了 他还要带着剩下的两个幼崽继续前行 他们逃到了一个小岛上 这里四面都是沼泽 他们是岛上唯一的三头狮子 虽然猎物稀少 但也相对安全 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过去的几天里 马蒂陶一直带着幼崽逃难 饭都没有好好吃上一口 而两个幼崽又还没断奶 他必须要去捕猎了 让自己有充足的奶水能够喂饱幼崽 好让他们安全地度过最关键的第一年 这天 岛上迎来了一群野牛 野牛体型庞大而且脾气火爆 野牛的首领八连体重更是高达一顿 野牛的道来给马蒂陶带来了捕猎的希望 同时也带来了危险 但他必须要去尝试 很快马蒂陶就发现了牛群中的小牛捕 他潜伏在草丛中 看准时机后 他扑向小牛捕 牛妈妈发现动静及时上前营救 这是两位母亲之间的角逐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孩子的生存而战 牛妈妈为了保护小牛捕 不顾一切地去赶马蒂陶 这次马蒂陶没有成功 他和幼崽们又要挨了 随着幼崽们一天天地长大 需要喝的奶水也越来越多 如果马蒂陶还不能捕捉到猎物 很快他就没有奶水了 而又咱们想要活下来就更加困难了 马蒂陶没有犹豫 他起身准备再次伏击野牛 这次他改变了战术 他全速地冲向野牛群 受到惊吓的野牛群开始四处逃散 这也是马蒂陶想要的结果 趁着野牛群慌乱之际 他扑向一头落单的野牛 却被野牛一脚踢开 这次他还是失败了 而野牛的骚动很快就引起了和对岸诗群的注意 盈眼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就是在入侵战中被马蒂陶抓瞎眼睛的母狮首领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找马蒂陶抱瞎眼之仇 现在他们之间只隔了一条小河 趁着夜幕降临之际 盈眼带领母狮群偷偷地渡过小河 来到了小岛上 而马蒂陶一直专注于捕猎 并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到了第二天早上 马蒂陶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马上警觉起来 正是盈眼带着母狮群来找马蒂陶的麻烦 马蒂陶愤怒地向盈眼发出警告 同时带着幼崽们转移 但他已经无处可逃 如果回到河对岸 两头熊狮正在等着他 而另一边则是人类的村庄 村民们手里的枪炮一样可以置他于死地 这个小岛是马蒂陶最后的防线 母狮群占领了小岛之后 肆无忌惮地就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 很快就引起了野牛群的攻击 这对马蒂陶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都会走水路 而且会惊慌失措地聚集在一起 如果马蒂陶能运用好这片河流 在水中对野牛发动攻击 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成功猎杀 想好对策后马蒂陶开始行动 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盈眼看在眼里 盈眼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准备对马蒂陶的幼崽下手 看着马蒂陶走远之后 盈眼缓慢地靠近幼崽 此时马蒂陶似乎感觉到了幼崽们有危险 他奋力地往回狂奔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赶回来的马蒂陶瞬间就把盈眼扑倒在地 并对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马蒂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幼崽 战败的盈眼也灰溜溜地离开了 而且耳朵也被马蒂陶抓伤 此时的马蒂陶又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如果出去捕猎 幼崽们就会有危险 而留下来照顾幼崽 一家子都要饿肚子 到底马蒂陶跟他的幼崽 能否在残酷的非洲大草原上生存下去呢